Hello大家好,最近看网上关于德国物价的讨论特别多 有的人就说德国物价非常便宜 然后底下就有人反驳他说 德国的东西到底哪儿便宜了 然后晒购物小票的人也特别多 我认为造成这种分歧 就是说有的人说贵,有的人说便宜 主要就是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每个人他的薪资水平 他的消费习惯或者说负债情况都不一样 那同样的一个东西可能一个富豪就觉得他很便宜 一个没有收入的学生就觉得他很贵 类似的情况还有就是有的人他自己在德国没有收入 所有东西都要换算成人民币 那自然就会贵 反而如果一个在德国挣欧元花欧元的人就会觉得还好 还有一点就是在德国同样类型的东西 它会有不同的档次 比如说一盒10个的鸡蛋 我拿了黑位超市举例 最便宜的就是超市资产的1.25欧一盒 最贵的就是有机鸡蛋大概4欧 处于中间的呢就是既不是超市资产的也不是有机的 大概呢就是2欧出头 而且呢鸡呢还分自由鸡还是圈养鸡 不同的饲养方式这个鸡蛋的价格也会有不同 那如果一个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去买最贵的有机鸡蛋 那他呢就会觉得这个鸡蛋价格是很贵的 相反如果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人他去买比较便宜的鸡蛋 那他就会觉得这个鸡蛋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说物价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用便宜还是贵一概而论 无论在哪物价高低都是相对主观的 那我就在想到底怎样才能让那些可能不太了解德国的人 更直观的感受到这里的物价情况呢 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按1比8来算 其实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情况 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挣欧元花欧元的 而不是说挣人民币花欧元 那我再强调一遍就是在下面呢我会介绍一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并不是按照汇率1比8来换算的 我马上就会讲到 在德国的中国人呢大部分都是留学生 其中来读硕士的学生居多 我自己呢也是以前在德国读的硕士后来留下工作 所以我觉得拿刚毕业的硕士生工资来举例会比较有代入感 我在网上找到了2020年德国的硕士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 和中国硕士毕业生的月薪起薪 税钱呢分别为德国3947.5欧和中国的7057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呢分别为Stepstone和中国薪酬网 这里呢想强调一句在比较了多个数据来源之后呢 就是我可以找到的最权威的数据了 肯定会有人说不是这样的 我的工资或者说我认识的谁谁谁的工资 就比这个高或者低 我想说明的是我没有办法去调查全德国 或者说全中国的这个薪资情况 我只能依赖网上可以找到的这些数据 那按照网上税前税后计算器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依照我们刚才说的德国硕士生起薪平均月薪去掉各种税和保险 他的到手工资是2460欧元 在中国呢到手为5600人民币 这个比例呢大概就是1欧相当于2.3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同样情况下正常花钱 比如说一个人在德国一个人在中国 他们的消费习惯差不多也没有想要攒钱等等这些特殊情况 在德国消费E欧的感觉 其实和这位在中国的毕业生消费2.3人民币的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所占的工资比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在德国卖E欧的东西 在中国需要用5块人民币才能买到 那对于国内的这位毕业生来说物价是相对贵的 虽然E欧换算成人民币是8块人民币 但是基于购买力来讲呢 在国内的这位毕业生 他需要花费更多的工资比例来买这样东西 那我们把自己带入到这位国内月薪7,057元的 硕士毕业生来看 看看德国的一些日常用品 以他的角度来看 是便宜还是贵呢 一桶750毫升的油是1.93欧 那我们按照刚才的E欧比2.3人民币来换算的话 就是4块4人民币 我刚才说了同一种东西呢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档次的 在这里呢我选的都不是最便宜的超市资产 而是稍微高一层次 但是呢价格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产品 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 0.45欧相当于1块人民币 一瓶750毫升的洗滴淋1.55欧相当于3块6人民币 一瓶300毫升的海菲斯洗发水3.95欧相当于9块人民币 一只75毫升的小柑橘护手霜1.75欧相当于4块人民币 那再说明一下这个相当于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一个在德国拿2460欧工资的人在德国买这些东西 相当于一个在国内拿到手工资5600块人民币的人 花这么多人民币买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对于一个拿5000多工资的人 国内的商品的价格是比我写的这个价格高呢还是低呢 一根黄瓜0.53欧相当于1块2毛人民币 一斤香蕉0.9欧相当于2块人民币 一斤五花肉4.95欧相当于11块人民币 一杯大杯cappuccino咖啡3.9欧相当于9块人民币 一次外卖快递费5欧相当于11块5人民币 一次网购邮费4欧相当于9块2人民币 一间三人合租的单间600欧相当于1380人民币 一次男生礼发包含洗剪吹28欧相当于64人民币 一张室内所有交通包月月票55欧相当于126人民币 任何交通都可以随便做 那从我刚才列出来这些东西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其实德国的物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在我认为呢德国的东西最便宜的就是那些日化产品 包括超市里的各种开价的护肤品啊化妆品这些 如果你有一份相对得体的工作 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就是闭眼拿 你不用太去考虑它的价钱 在德国呢还有一个特别实惠的东西 就是这里的风景 德国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美的 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地区 而且这些风景都是完全不花钱的 就是说比起国内的一些景点 一般只要它稍微好看一点的景点 或者山呀河呀瀑布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算作景点 也就是说要收门票的 而在德国这些美景是完全完全免费的 对所有人都开放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德国最实惠的一个宝藏财富 那当然了德国也有贵的东西 我刚才列出来的大部分呢都是相对便宜的东西 那德国贵的东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呢就是在德国比较稀有的 比如说奶茶呀 那其实现在奶茶店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只有大城市会有几家 可能小城市就完全没有奶茶店 那再像比如说我的城市 一杯普通的珍珠奶茶大概要5欧 还有贵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中国超市里的食品 从中国进口过来的食品 那肯定是要比德国超市里的东西要贵 比如说一袋方便面大概1欧左右这个样子 还有呢就是中餐一盘鱼香肉丝可能要13欧左右 然后一个凉菜口水机可能也要10欧 一大碗水煮鱼可能就要将近20欧 所以说去外面吃一个中餐呢 人均一顿饭也要将近30欧至少 在我这个城市啊 有其他很多小城市会比这个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要至少20欧人均 还有相对叫贵呢 我这里用的相对呢 就是说跟中国比会价格更高的 就是Made in China的那种各种小商品 就是你能在比如说义乌小商品市场 找到那种小商品 其实在德国是卖的非常贵的 其实他们都是Made in China 或者说从中国运过来的 或者说直接亚马逊上中国商人在卖 但是他在德国的价格就直接把人民币改成了欧元 所以说呢我前一阵也是从淘宝上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准备集运过来到德国 因为其实算上运费也会比在这边买要便宜 第二类在德国非常贵的东西 就是所有跟人工相关的 比如说修理工啊 送外卖的装网络的各种技术工人啊 这样的人工服务 它的价格都会偏高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搬家的时候要装网络 然后那个网络公司的人过来 他其实就是要在地下室开一个开关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就是把那个开关网上拨一下 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 我付了75欧 所以说呢大多数德国人的动手能力都非常的强 因为呢他们能自己修的东西呢 就自己修 尽量不去找外边人来修 因为都太贵了嘛 那你觉得德国的物价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 我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